请帮忙按个赞 有最新的消息 国民党的前令委 严欢恒不是才登记要参选吗 马上不是夫妻两个 一千五百万元交保 现在又有最新的发展了 被依照这个叫做是 贪污的罪嫌被起诉 还有是卫造文书 窃占等等很多的罪名 我们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这个贵民委员 奇怪 看到这个陈启玉 好像圈地了半天 退个党都没事了 现在严欢恒是怎么样 对 我们看到就是 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的时候 赖副总统还提到说 2024的选举 它是一个民主跟专制的之争 可是我们从严欢恒的 这个案子上面来讲 它正好就表示 我们现在真的是处在 一个专制的一个体制之下 因为你在民主体制之下